喜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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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妈 这是她半小时内接到的第三通电话 有什么电话 啊 你知道电子沙滨要申请多几才可以 下来啊 清楚了 但是天剑她说她有去申请吗 那是清楚了 没有了 就是天剑她给出我当初金银 她在申请等 申请下来了 她那边就开 金银又打电话问 几时才能下来 没有啦 现在也几时啦 那我们就跟她说她在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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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了 已经接死了 没有了 那 那这个又只有我 我问一下那个街道是 她电话多少 我申请了 什么复仇了 哪有都没有 就没有了 你还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 就没有啦 你还不相信我 现在我跟她们说 不要老是为难你 因为我跟你说 我自己指一个 职关电话 然后我什么事都 很多她们有没有 她们都没有来跟我说 现在事情怎么样 有取消没取消 有什么事情 我根本都不知道 每次接到有问题 我接续问 才知道原来这个事情也这样子 大多多好备论 不好意思 我现在马上跟我们领导 沟通一下 是不是 那好吧 我再找一下 因为我跟你说 我在想要求 我一个人在这里 你最好就又 建议就是 又找一个人来 接 帮忙接电话 我来 那你又跟天下管理处 沟通一下 要不 你这个电话会打到的 那可以开就可以开 不可以开 你就跟 明文就说不可以开 那搞得 那可以开 那她不开 她老师把持人推到我们身上 我要今天 给她们打了多少次电话 那现在 现在 现在 你去那边 那边已经疯狂好了 是不是 你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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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妈 平凡一天里 很小的事情 她和我说 小事处理好 就是小事 小事没处理好 就是大事 若像啊 不太会 打交道 不太会拍领导马屁 以前 很久以前 在小城的时候 我妈也做过很多份工作 是手机店的售卖员 是茶桌的老板娘 是酒吧的财务 等等等等 十多年前跟所有 回来到深圳后 在陌生的环境 从头开始 她却在这份工作上 做了好久 社区工作者 等我读完中学 大学 参加工作 结婚成家 她还是日份工作 社区工作者 这个夏天 到她要退休的时间 我突然发现 一直以来 脑海里固化的 只有她在家忙碌的生意 工作中的她究竟是什么模样 我借了个手持摄像 交给她 自行记录 想尽量留住她 退休之前的样子 潮州内 其实就是我的标签 我没关系 就是啦 每个季度 每个季度花花 一个月160 每个季度花花400 就一个 哪里的 朝上 他们就 一下子就明白了 双目就是我 6月3号 光火节 现在我们市区 举办了 一场刀众者 哎呀 名字给我啊 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会给你一个电话 然后你就问一下 又是找来 一个小时 人家不会刷你 又是 那 半分钟 等半分钟 啊 现在就行了 你怎么还没得到啊 真的很耍睡 什么事都有 像这个万金油一样 什么都差一点 哪里 哪里不好 差一点 最不喜欢 就是这个疫情 看到他们 一张就这么多个小时 她觉得好辛苦 她就会买一些 水给他们喝 还有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她会 有可能也我自己 爱吃啊 就是 买零食 买零食 买零食啊 或者是有时候我会点 很多鸡 然后就 我在那里 就跟着他们一起吃 自己掏油包 我肯定了 那谁谁给你报休啊 那你为什么要自己掏油包 我觉得他们太辛苦了 这三点都是社工 社工 它是肯定忙 搞核酸 都有他们做的育工 他们很回事 对对对 大家 也是肯定哪个点 社工 有肯定 有肯定 打卡了 审判证 你打卡了 你打卡了朋友了 我看到你打卡了 你又给我审判证 我们这里要审判证啊 因为有出现冒充人家设黄码或者是红码 就又 就人家配合一下就是出色身份证嘛 我都会逃走 逃走 你打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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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叫武士奖礼物啊 我还在说把 Johns 真是奖 天天在这个 我这个中间 把这个门铁板出发的吗 你说你们也是把这个 把区吗 就说你是为了医务 解答我 他拆搜封人家 因为这搞什么呢 我姐小孩又跟妳讲 我有身份证 他还要怎么讲的 他还说我跟你讲 我母亲 我有身份证 你还怎么讲的 就是尽量的压制自己的情绪嘛 是不是 我们又不可以在这里对着他们干 但是有时候都经常会给人家骂我们神经病啊 就我们最多事啊 反正什么都有的 当前深圳市全员核酸筛查工作进展顺利 核酸检测力度不断加大 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抗现 虽然我十分不明白 为什么对我前端的社区工作者也被骂了吗 而对我尾端的大白却被歌功颂德 我妈自己心态却调整得挺好的 有情绪就只能下班了自己慢慢修化 下班了我就尽量 我就不会把这工作中不愉快的 这些事情带到我的生活中 我觉得就这样子啊 要不我要把负面的这些情绪带回家 那会导致我的家庭很不安宁的 我会边坐放边看抖音 听一下歌 看一下八卦 然后心情就好很多 放坐好了 一家人说得开开心心 就这样的话 很简单 对于家人而言 他像一座桥 把我们和幸福的生活连在一起 那么这份工作对他而言 是他自己的桥 可以通往外面的世界 脱掉妻子母亲的身份 走到对岸去 其实我觉得做 因为我都是做前台的 我觉得做前台也是挺好的 做了这十几年 在我手上当总圣证 就是说最少都有两千多个 我每天都会接触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居民 然后很多也是有一些暄心的事 我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种族给我 我上次办了一个 十三十年 哦 付我奖励 然后那钱多了 我就过了港县 哦 不要 哈哈哈 因为这些鼻 concerning得了 很好 两个走照 两个走嘛 别客气干 呃 我记得在景与春有一家 那个 呃大娘 她真的是很好 她那天我去到他们家 也就是差不多七点多 然后她说你吃饭了没有啊小宁 我说还没 她说那我们现在在吃饭 你一起吃吧 然后她就叫她媳妇 赶快去给我拿个网 还拿了矿泉水 然后真的是很热心的 其实我那时候被她疑问 我真的好感动哦 我真的养泪都差点流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又饿 又累 然后听到有那么暖心的话 我真的是好感动 我到现在我看到她儿子 我都感觉好亲切哦 后来那顿饭吃了吗 没有 除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职场上我妈也有自己的见解 总结两句 多看 少说 很惊喜啊 你怎么说这么多啊 你的理解如何 就是说什么事都要多看看 然后就是人家刷什么也不要去 人家刷一些对你不好的你也不要去 所以去接受 不要去听 爱找就找 不要去管 因为听多了都 人家刷你是有一些人他是不能念的 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尽量的做好 当会到了 这里就是康熙世纪党群服务中心 刚开始在有志工工作的时候也不是说有什么伟大的想法 就想着找一份工打 然后慢慢慢慢的接触 觉得每次给居民办理好 每一件事我心里就自己就特别高兴 我把你们搅着好 好 小心点 好 谢谢你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好 谢谢 我知道了 你爸叔 每个都是以前在清海我帮你办的 你都做了好多看的 你家里口上我就是这个 我就说那小名啊 快乐 好想你回求快乐 祝你回求快乐 好想你回求快乐 希望退休之后 你可以像横江上的箱子桥 他用时间就给自己松松倒 变成船去自由地做自己 有风光吧 身体没拿地 这很好啊 摆烂之前感谢大家一键三连 作为一个基层的话呢 很多是没有权限的 没有直百权的 只能够是传达 上前下达的这种方式 那你有时候居民的诉求 我们是就说是反应 但很多是没办法就是直接解决 所以很多经历是不能理解的 去到前线资源呢 我们也是循雄循道的 我能的话 我能听的话我就可以 我都可以 帮着他忙我就都可以 因为我们老了 待在我都拿了一二十年了 嗯 是生人这方面都做得好 社工这方面都做得好 嗯 是